肌肉对人体机会重要,它就像汽车的野情,是力量来源,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各种动作,从简单的一个微笑到坐卧跑窍,都离不开肌肉。 然而,从三四十岁开始,肌肉量就逐渐走下坡路,缺少了肌肉的支持,许多疾病也就不请自来。 生命食宝权威专家,教你练好骨快,有助于长寿的肌肉,肌肉减少的可怕后果,人体老化的显著表现,之一是肌肉量减少。 研究发现,从三四十岁开始人体的肌肉量走下坡路,只是正出轻壮年的身体有很强的代偿功能,不会出现症状。 到了五十岁,骨隔肌含量以每年百分之一到二的速度减少,六十岁以上的性肌肉衰减达百分之三十,八十岁以上为百分之五十左右。 通常肌肉减少百分之三十时,其正常功能就会受到了影响。 平和功能差,更衣骨折,肌肉力量受损,关节也更容易出现损害,影响走路,拎东西等。 更严重的是,腿脚乏力,走路不稳容易导致容易跌倒,并由此引发骨折,增加糖尿病,性脑血管疾病等风险。 人体80%的葡萄糖是被肌肉利用掉的,体内肌肉量不足,葡萄糖代谢受影响,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增加。 有研究发现,肌肉脏弱还会累积心脏,成为诱发心血管病的帮凶,增加死亡风险。 国际权威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,上发表过一项关于亚洲人体质指数,与死亡率关系的研究报告。 对1102亚洲人群长达9.2年的队列研究表明,体重过低,基本每体重身高的平方,小于等于食物者,死亡率会增加2.8倍。 体重过低或过高都可增加死亡率,亚洲人体质指数,在22.6、27.5死亡风险最低。 肌肉萎缩还会导致皮肤干燥,皱着增多,更衣肠烙等问题。 强练五块肌肉能延瘦,一、手臂上只锻炼胸肌,使得锻炼胸肌,可增加肺活量,提高心肺功能。 高龄老人很怕肺炎,新加坡前总理李光阳,南非总统曼德拉,国学大师拿环体和爱国将领张学良,均因肺不感染去世,被炎,今年来已成为高龄老人至此重要原因。 中老年人宝费刻不容缓,日常锻炼可采取站姿或坐姿,两臂打开成180度,大小臂垂直,手掌向前,然后双手缓慢向上延伸到极限,慢慢恢复原状,每天坐10到15次,可双臂同时坐,也可单臂轮换坐,能增加胸肌力量和肺活量。 二卧权锻炼手部肌肉,手部肌肉与卧力相关,英国伦敦大学专家分析多项关于卧力的研究报告后发现,卧力每增长1000克,死亡风险可降低3%。 第三,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一项研究也显示,卧力差的人更容易患上心脏病或中风,卧力每减弱5000克,死亡几率上升16%,同时也证明,卧力是衡量一个人能否长寿的标准之一。 时常练习卧拳,可锻炼手部肌肉,增强卧力,还能带动血液循环,促进新陈代谢。 但是注意,左右两侧都要训练到,以维持身体平衡。 三,半蹲锻炼腿部肌肉。 腿部肌肉无力是衰老的第一信号,锻炼好腿部肌肉,跌倒和骨折的威心也更低。 建议长做半蹲,两脚自然开力,与肩同宽,两脚称八字形,双手垂于体侧,曲膝缓缓半蹲起,成马步状,然后大腿用力收缩蹲起还原。 如果觉得吃力,可做着练习身弯小腿,锻炼膝部和腿部肌肉,锻炼不过量,可以连续做15次,每次3-4足,两足间休息3-5分钟, 以身体能承受维度。 四,古术吞筋断力咬肌,咬肌力,体现在我们常说的咬劲上。 有些人年轻时能用嘴开脚瓶,咬核桃,可岁数大了,连吃点筋道的东西都力不从心,还影响营养食物和情绪。 美国研究指出,咀嚼力越强,老年痴呆坏病风险越低,增加咀嚼力,可练习鼓术吞筋。 挤两三下竖口一样来回鼓动,动作要快,做30次,可以很好地刺激两颊肌肉,增加咀嚼力,练颊肌也会变得圆热年轻。 五,提肛锻炼蜜尿系统肌肉,人老了,肛门松弛导致生活尴尬,可以通过练习提肛,改善上述症状。 具体做法,先收缩肛门,深吸一口气,坚持3-5秒,然后缓缓呼气,放松,三复练习30次,每天3-4足即可,一起学起来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